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五一假期之前 有多個黃絲團體 呼籲市民要在五一黃金周的時候 踴躍地光顧黃點 今天他們公佈了成績表 根據他們的數據顯示 五一黃金周的活動參與人數超過40萬人 參與的黃店總計有2,305間 營業額預計超過1億元 而活動的網頁瀏覽人數達到21萬人次 Facebook瀏覽人數達到18.4萬人次 他們就說造成以上一連串的數字 全靠各位義工的努力 那麼多的商戶選擇信任他們 以及選擇參與這個活動的每一個黃絲 他們就說希望大家可以給點掌聲自己 如果不是有你們的支持 五一黃金周這個活動不會那麼成功 他們就希望大家在黃金周的活動完結之後 要繼續支持黃店 繼續振興黃色經濟圈 這一系列的數字其實就反映得出 香港人真的會付諸實行 而不是坐在那裡直接吹 雖然每個人可能連續幾日去光顧黃店也好 使費都可能只有兩三百元 但是每人的一小步 加起來的時候就是一大步 所謂聚沙城塔集易成球 每個人花少少錢聚起來的時候 營業額就已經超過一億 而且在短短四天的時間 達到這個成績 我覺得已經不錯了 而這個數字也反映到 中聯辦、黨媒和建制派 他們聯手對於黃色經濟圈的打擊 是無效化了 中聯辦就說 黃色經濟圈就是經濟綁架政治的政治攬炒 只不過這些完全是無溪之談 而不是談耀宗所說的言之有物 現在這些黃店哪裏有攬炒 一樣做生意門庭若市 至於黨媒天天就暢談 又說人家門可羅雀拍烏鷹 又說人家的食物不好吃 我看到那篇報道很好笑 這是《文匯報》所說的 他們說派遣記者去龍門兵室那裡 進行實地考察 就點了一些食物 只不過一放進口就一言難盡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炸醬米線清淡無味 蔥油雞排極度油膩 多屎上的醬就少得可憐 難怪近日越來越多黃線和龍門兵室割席 我想割席就說不上 當然龍門兵室他們也要想想 如何改善食物質素 因為很多黃絲都有反映過 但是 其實那些黃絲主要就是 要更加雲巡地光顧黃店 才行 不是經常光顧龍頭 所以怎麼能夠形容那些黃絲 跟黃店割蓆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另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 就說十分認同中聯辦發言人的發言 他就蓋探現時香港正經歷天災人 前者就是疫情 後者就是本土恐怖主義 他斥責這個黃色經濟圈的背後 其實就是港獨 試圖讓香港分離國家 香港在經濟上 包括不少日用品都要依靠內地 在現時疫情下的抗疫物資更加突顯這一點 不少國家已經禁運口罩 而香港因為獲得中央批准 可以得到相關供應 如果香港真的和國家分離 絕對是死路一條 老實說 這些說法擺明就是老屈的 黃色經濟圈和港獨完全是尖不上邊 風馬牛不相及 又將兩樣東西故意聯繫起來 然後就幫你扣頂港獨的帽子上去 就說到你是十惡不赦的 是民族罪人 喂 實情這些就是在打擊的杜草人 你只是做一隻港獨的杜草人出來 讓你打擊 凡是你看不上眼哪些東西 這個又攬炒 那個又港獨 其實這種做法只會適得其反 喂 本來那些市民 根本上就不是在搞港獨 尤其是這個黃色經濟圈 只不過是做生意 正如另一名的全國人大常委 譚耀宗所說 都說市民是有消費的自主權 他喜歡光顧哪間店鋪 和港獨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現在不是 總之拿起哪些東西 看不順眼的 就扣頂港獨帽子給他 爭取真相普選 港獨 這個黃色經濟圈 港獨 但是隨時連黃店的老闆 和黃絲的食客 交易完了 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支持港獨 好了 你是不是都港獨的時候 久而久之有部分的市民就會覺得 反正他做什麼 你都扣頂港獨沒有指給他 不如他就索性去支持一份 你這個稻草人 萬元就會變成一堆真人 根本上你就沒有解決問題 你那些藍絲 其實一樣可以搞個藍色經濟圈 只不過你搞不起 事實上有些店舖 真的貼上那些撐警海報 但是有沒有藍絲 專程山長水苑去光顧呢? 告急的時候有沒有大排長龍呢? 其實經過去年的驅選之後 大家都很清楚民意是怎樣的 藍絲的票話就說有四成 實質有多少是真人的呢? 有多少是老人院票 根本上沒有自主能力的呢? 有多少是坐旅遊巴 大家心照吧 所以有些藍店 就算那個老闆是極藍也好 都選擇不去表態 因為害怕得失了那些食客 就算有些中立的食客 看到你撐警 經過了過去大半年的警暴行為 他都未必願意光顧 所以那些藍店 就是沉默之聲上身 一隻二隻 哪有著名藍店 一味就是被市民 找到原來他們在社交平台上撐警 才知道那間店舖是藍店 實情被人列為藍店 他們在店舖裡也沒有特殊的裝飾 甚至乎根本就像裝成中立一樣 根本就搞不起 這個藍色經濟圈 好了 接著就說另一件事 就關於 有一名藍絲又遭到輕判了 什麼事呢? 在去年9月15日的時候 廣島區出現了一些示威活動 在北角英王道的新都城大廈外邊 有一隻藍絲就去襲擊外籍記者 和另一名不知名人士 裁判官鄉淑嫻今天就宣判了 他就說被告在案中連打兩人 案情就嚴重 但沒有證據顯示兩名事主傷勢嚴重 裁判官更加相信 首先被動的記者傷勢不重 否則被告就不會僅僅被控以普通襲擊罪 最終判被告接受16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我覺得當中的邏輯相當有趣 原來你去判斷一個人傷勢是否嚴重的時候 是憑律政司他提出什麼控罪的? 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你不是看過傷勢報告嗎? 你是看過別人控以什麼罪的? 你也有把關作用 這樣也可以 我真是大開眼界了 原來這一名裁判官又有前科 在18年年底的時候 有一名示威者在立法會外面示威 被搜出有氣槍、彈夾、膠彈、氣槍配件等物件 被裁定管有仿製火器罪成 判18個月的感化令 被告不復提出上訴 法官就頒下判詞說 原審的裁判官鄉淑嫻 即是和輕判藍絲同一個人 在審訊的時候 錯誤地加入戰團盤問被告 一般合理知情的旁觀者也會認為 被告沒有得到公平的審訊 於是判被告上訴得席 一併撤銷控罪和刑罰 很明顯 這個裁判官似乎有些政治取態 雖然他沒有像之前的男官說得那麼露骨 又說了三分之一的判詞 去批判社會運動 又稱讚藍絲刀手有高尚情操 只好怪這個男官太直率太坦白 就應該效法像現在的裁判官一樣 有什麼政治立場都不好表達 含蓄一點 那你就從判決當中都已經反映出來了 不用說到出口嗎 即是有些人還說 香港是有法治的 有什麼法治 你應該都看到了 原來這些藍絲動人 動記者 又可以這麼輕判 這些就是香港的所謂法治 今天又有另一宗案件 就是去年612的第一宗暴動案 被告承認一項暴動罪 控罪指控他在去年6月12日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公眾入口外邊 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士參與暴動 被告承認控罪 透露認罪經過小月證據後決定 預計可能要復刑至少四年 他就寄予香港人要掙扎 香港人一定會記得這一筆帳 而且一定要堅持下去 總之要堅持到有朝一日 是會等到轉型正義的日子來臨 大家可以看看台灣 228事件 這個美麗島事件 都要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才能得到這個平反 我相信香港人會堅持下去 會等到這一天 引用卡斯特羅一句說話 歷史會審判這些人無罪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